大家好 到过天津出差旅游的朋友可能都去过一个意大利风情街 就离天津东站 天津站没多远 这个逆风街 这个风情街跟咱们国内的很多人造景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儿给你安个埃菲尔铁塔 那儿给你造个失神人面相 这个意大利风情街里边是货真价实的真东西 真的是意大利人造的意大利风格的房子 没得因意大利 那真的是意大利造的 你要说这当年意大利人平沙千里迢迢跑中国造房子 就是因为当年这个地方是意大利租界 意大利在中国居然还有租界 当然有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因为可能知道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天津姑爷 所以这个丈夫娘家就离这个意大利风情街没多远 这意大利风情街上好多这个西餐馆都很不错的 都很不错的 而且都是原来的名人故居 你比如说那个福楼法餐 那就是原来曾国权他们家的祠堂 所以这个意大利风情街我是经常去流连忘法 当然这些年很萧条了 这些年没有不萧条的地方 那个真的是原汁原味货真价实 而在意大利风情街上有一个一公邮币市场 那也是我经常逛的地方 邮票纪念币就在这个意大利风情街里边 原来就是这个意大利这个租界里边的什么俱乐部 都是这些地方 你要说这个意大利天津租界的历史 得从八国联军进北京捡起 八国当中意大利铁列其中 当然了意大利就出了58个兵 是这个倒数第二多的 最少的是奥地利 奥地利出了53个兵 意大利出了58个兵 但甭我怎么讲 意大利算出兵了 所以后来签订的新丑条约当中就规定 外国他可以在北京到天津一带驻扎军队 而不是拆毁沿线的炮台 外国军队可以驻扎 于是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格 下令意大利军队占领天津海河的东北 这个地方有一大片露天的储岩场 严陀随后意大利政府找清政府交涉 希望得到天津的土地营造租界 不然的话就要动用严陀了 这个严陀对京津直立一带的民生至关重要 朝廷无可奈何只好答应 于是在1902年就跟意大利签订协议 把海河边上的一处低洼地就给了意大利当租界 地方意大利是拿到了 但是这地方地势低洼沼泽遍地不适合大兴土木 而且当时意大利对华贸易也不那么多 想要在这个地方开山馆也很难 这么一来租界开发面临经济上的极大困难 不过意大利军队驻天津的司令 费洛提上位特别有头脑 你看见没有 他意大利军队驻天津的司令 刚是个上位 别的国家怎么得是个上校甚至是将官 可见他没几个人故意就一个连他决心走文艺路线 开发房地产 首先要填平挖地水坑修建排水系统 在这个基础上费洛提以很低的地价吸引意大利人来这购买土地盖房子 但是这盖房子有条件 买下土地之后 您得在规定的年限内兴建意大利风格的花园住宅 必须是这种什么中国北方的四合院江南园林的都不行 而且花园住宅的图纸不能重复使用 也就是说你每家每户盖的房必须体现出自己的个性 这么一来一租界的花园别墅做到了既和谐又不雷同 义士建筑的角亭高低错落满眼望去都是圆拱和柱廊 意大利式的广场花园点缀其间 这可比现在的房地产搞的那什么东方威尼斯什么罗马花园佛罗伦萨小镇 比那个纯粹太多了 在这样的指引之下 十几年间意大利天津租界面貌大变 不但意大利别墅花园非常漂亮 还有他们自己的教堂俱乐部 整个租界里面最大的广场名叫马可波罗广场 今天还是叫这个广场 有一个纪念柱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老的 但是非常漂亮 你要不仔细看的话 以为这广场在罗马或者佛罗伦萨 光有房子不行 基础设施得跟得上 在这方面费罗蒂也非常有软件 1914年他跟美孚公司合作 把租界大马路建成了百游路 随后又陆续把各条道路都建成了百游路 这在天津乃至全中国都是开风气之先 如此一来 这易租界就变成了高档别墅区 出入这儿的都是真富豪不是假名媛 民国时期很多暂时下野的政治人物都购买这儿的房产作为隐居之所 你比如梁启超就购买了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别墅 两栋楼梁着 现在是对外开放了 梁启超故居 1915年 袁二凯准备称帝的时候 蔡厄以到天津看病为名 就在这个别墅里跟梁启超共商讨员大计 除了梁启超之外 奉系军阀汤玉林 原来满清的广州总督张明奇都在这儿购地居住 如此多的大人物来来来往往 这儿的房价自然就飙升 光是房产买卖收税就足够让易租界赚得盆满波营 租界既赚钱也给意大利长脸 到了1922年莫索里尼上台 他那么好面子 号称要在全世界恢复意大利的荣光 对天津租界就加大了兵力派遣 1925年 意大利驻华海军陆战营正式成立 这个营下辖三个连 总共三百人 没事就在天津租界阅兵耀武扬威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意大利在航空和工业领域 不断的同国民政府加深合作 在华利益一多 那当然要彰显在华的存在 顺理成章 意大利也就扩大了在华租界的驻军规模 天津的意大利租界 甚至拥有了四门76毫米火炮和四辆装甲车 这在华北地区算是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此时中国华北局势一天一个样 37年8月抗战爆发波及平津 但是当时意大利跟日本的关系在升温 所以占领天津的日军没有为难易租界 有大量中国的难民想尽办法逃入租界避难 当时英法等国在天津也有租界 但是比起这两个国家 易租界不论是人员流动还是物资流动都要好得多 之前啊 易租界里边住的意大利人有两百来号 这会儿各国涌入了九百多人 中国人涌入了一万三 所以39年往后的几年 意大利天津租界迎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战争 其他国家租界被日本强行占领 此时的意大利呢是跟日本呢是法西斯周星国伙伴 所以易租界呢一点没有被战火波及 不过呢到了1943年 意大利投降了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 意大利租界里的异军就成了周围日本军人的死对头 所以第二天呢 日本军队就开始包围意大利租界 日军调来了六千多人 对异租界呢进行了恐吓性的炮击 北京南原机场的轰炸机部队呢 也准备支援 甚至呢日本炮艇都开到了海河上进行封锁 意大利军队虽然有真的意大利炮 但是呢守军内部呢产生了严重分歧 绝大部分人呢不想打 指挥官知道自己寡不得重 打下去除了把租界建筑全毁掉 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为做抵抗就选择了投降 不久之后呢 莫索里尼被希特勒派散兵救了出来 在意大利北部呢成立了一个叫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傀儡政权 继续充当了德日的盟友 这些在天津投降的意大利军人 马上就被日军拉去甄别 你是选择背叛轴星国的国王呢 还是选择跟着莫索里尼一起继续轴星国的大业 如果你选择后者 那就欢迎加入日军 如果你选择前者 那就扔进战俘营 这些意大利租界的驻军里 选择投靠日军的只有一百多人 剩下的呢就走进了日军战俘营 跟美英战俘关在一起 这些意大利战俘啊 待遇非常差 不但日本看守骂他们是叛徒 英美战俘也说他们是法西斯分子 可谓是里外不是人 他们被日本关押到了1945年 后来呢又被盟军作为战俘 关押了两年 直到1947年才获释回国 而意大利租界呢 这个时候就被日本占领了 交给了汪伟政权 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 由国民政府接收 至此呢 意大利租界的历史就算画上了句号 意大利天津租界的历史啊 讲到这儿告一段落 不过呢 这个租界里如此大量原汁原味 意大利风格的建筑 是除了亚平宁半岛之外 全球独一份 所以这些年啊 天津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呢 这儿就成了意大利风情街 跟各处造假的风情街不一样 这儿的风情街是真意大利人给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呢 历经百年风风雨雨 大体保存完好 也算是历史的奇迹了 那现在呢 这些建筑大部分呢 都是变成了餐馆 还有呢 就是这个小的纪念品商店 以前啊 真的是特别繁荣 在疫情之前 不过疫情这几年啊 确实特别萧条 好多这个店铺都已经关门了 因此咱们就期待着这个明年 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它能再度呈现它的繁华 好了 关于意大利天津租界 咱们今儿呢 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